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地下了车 三个劫匪只好一直跟着那个撞结 结果被当成了流氓 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而小金则趁乱一路爬到了动物园 在那里 小金爬进了一只黑猩猩的笼子里 三个劫匪想尽了办法 想把它弄出来 却都失败了 还被大猩猩给揍了一顿 而小金则又从另外一个出口 又爬到了一个公园里 马上赶过来的三个劫匪 终于抓住了小金 正想走的时候 却被警察发现了 阿虎赶忙用衣服将小金盖上 藏在了自己的怀里 但小金却拿出他口袋里的打火机 点燃了他的裤子 于是另外两个劫匪 只好对着他的胯部一阵乱踢 江湖扑灭了 后来 小金又来到了一个建筑工地 再一次将这三个劫匪 戏耍了一顿后逃走了 另一边 警察将小金出现的地方 告诉了他的父母 这两个人马上想到小金去的地方 都是他常看的漫画书里出现的地方 于是推测出 他下一个要去的 就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终于在最后顺利的找到了小金 在坐警车回家的路上 小金经过一栋房子的时候 表现得十分兴奋 警察推测可能是绑匪所在的地方 于是马上派人包围了那里 顺利的抓住了三个劫匪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两岁都不到的孩子 但很多观众都没有看出来 其实这部影片是由两个孩子完成的 影片中的情节虽然有些刻意和夸张 但却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三个蠢贼的表演也给这部影片增色了不少 是个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观众观看的电影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